为何我们要学会剪接 剪走一些没那么重要的东西 留下一些最美好的东西 例如一个老板创业者 你介绍你的产品的时候 除了你自己对镜头说 可能有些画面是画中画 一些字幕 带一些音效出来 令你的影片更加吸引 丰富到一个更精彩的短片 更加吸引到你的受众和潜在客户 去买你的产品 有对夫妇以前和家人去日本旅行 他们拍了很多短片 放上Facebook 但没问题 因为太沉长 因为太混乱 当他学会剪接后 他将它一个星期去北海道的短片 剪了两三分钟的精华片段 然后很多人会去like 很多人会去分享 甚至有很多人会问 你可否给旅行的资料 我都很想去 其实这些以上的例子 代表着什么 就是剪接的功能 在于将最美好的东西放大 以及将不太精彩的东西 剪掉 令到你的受众 会很快地得到重点 无论是宣传短片 无论是旅行短片 生活短片 甚至是广告短片 其实都可以透过剪接 重新排序和剪辑 去发挥到的功能 来热序和剪辑 各种更加历 我们来看